林志堅不只是抄 竹科标案的期末报告 甚至连中华大学 向竹科标案的申请书 林志堅也照抄不误 抄袭的页数长达6页 字数达到6700字 所以林志堅 你实在太离谱 从头抄到尾 林志堅不只是抄 竹科标案的期末报告 甚至连中华大学 向竹科标案的申请书 林志堅也照抄不误 也照抄不误 我们经过比对 竹科标案中华大学提出申请书 这个申请书里面跟林志堅他中华大学的硕士论文里面 抄袭的页数长达6页 抄袭的页数长达6页 字数达到6700字 字数达到6700字 所以林志堅 你实在太离谱 论文 论文从一开始去抄竹科标案的申请书 连到竹科标案的结案报告 你也继续的照抄不误 所以你是从头抄到尾 林志堅对竹科标案的研究 是从申请书抄到结案报告 是从头抄到尾 这真的太离谱了 难怪林志堅躲起来 不敢面对他的争议 申请书是研究计划内容 研究计划内容 而这里面呢 有两大段都被抄到林志堅的 他的论文的第二章第一节的里面 也就是变成国家顾客满意指标 这个你可以看到 申请书跟论文是多么雷同 可以再看到 这个是申请书和论文 我们先不用看文字 光再看这个模式 这个模式跟林志堅的模式 一模一样 中间只是插了 这个是有一个中华大学的mark 因为这是林志堅的论文 他出版的论文 有这个中华大学 这个呢是申请书 文字图案一模一样 这个也可以看到 林志堅的 怎么美国顾客满意度 在申请书那个一页 这一页是完全复制贴上 所以在网络上都在嘲笑林志堅 说要写出林志堅等级的论文 整个的你在电脑上的案件 只需要三个案件 Ctrl C跟Ctrl V就好了 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就好了 这就是林志堅的论文 林志堅他的论文 抄袭成什么样子 我觉得他恐怕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人 可以抄一个标案 从申请书 抄到期末报告 简直是抄得不亦乐乎 抄到不知所以 所以南怪林志堅不敢讲他的论文 从头抄到尾 他怎么敢讲 更重要的是 他因为抄了竹科的标案 所以他已经涉嫌违反著作权法 侵害了竹科的著作权 好 我们来看 这个是竹科提供给 国会办公室的一个主要研究人力 这里面呢除了三个主持人和共同主持人 李友真 贺力行 王明朗 列入这个研究案的主要研究人力 还有一个林志堅 而且他说他是无心 但是我也跟大家讲 按照他的工作分配 他就是一个发问卷的 林志堅也不敢回应 他不敢否认 他大概也就只是个发问卷的 好 那林志堅在这个主要人力上 他在这个标案里面 他要有什么样的 他的权利跟义务呢 好 在标案里面 好 著作权里面 他会对于整个的标案的内容 有一些保密协定 他会有保密协定 所以在合约书里面 他的契约内容呢 他有一个 好 第八条第五项 谢谢律师 谢谢律师 律师待会会帮我们补充 有关于契约这些法律的责任 第八条第五项 他里面讲到说 契约内容有需保密者 厂商未及机关书面同意 不得将契约内容 泄露与履约无关之第三人 他不能够泄露给第三人 那另外 这个是对第三人的部分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 书面同意 请注意 书面同意 以方不得将计划内容 或成果有关之文件资料 直接或间接使第三人 知悉 亦不得将其内容或成果 对外公开 你论文当然是要对外公开的 他也上网了 所以在没有足科书面同意之下 你没有经过申请之下 你临之间把研究的成果 变成自己的论文报告 拿到学位 这不是侵权 什么叫做侵权 而且 我现在要讲一个重点 乙方并应要求 所有实际执行计划人员 遵守保密约定 所以呢 所有的人员都应该保密 也就是 其实包含这三个老师 或林之间 你们都没有资格 把这些的相关的资料 成果报告 变成自己的东西 去对外发表 如果有发表 就是侵权 就是侵权 而且 他内容里面还有 若有需要 应与实际执行计划人员 签署必要之保密文件 所以我今天请教林志坚 你签了保密文件了吗 请问林志坚 你有没有签署 保密文件 请林志坚回答 林志坚请回答 你在竹科标案里面 你有没有签署 保密协定 因为根据这个契约 你应该要签署 保密协定 而你明明 应该要有保密协定 保密的 保密的这个义务 你还把它写成论文 你还把它公开 你是最佳一等 林志坚侵害竹科的 智慧财产权权 是最佳一等 接下来 我要跟竹科再喊话 我也曾经公布过 竹科管理局 已经发函给中华大学 也就是根据这些契约内容 要求中华大学 来说明有关于 有没有侵害 著作权法的 有没有侵害著作权的 这些相关的事情 来做说明 请问一下 中华大学 你说明了吗 而竹科这么明显 显而易见的心权 请问竹科 办还是不办 竹科管理局 你面对自己的财产权 被侵害 被侵权 请问竹科 你办还是不办 你今天要包庇灵智坚吗 你今天要放纵灵智坚吗 难道今天整个国家变成灵智坚的吗 所以在这里 我也郑重的 好来 提醒 来喊话 竹科管理局 你们相关人员 如果还不作为 那么 你就有独职之嫌 那么我会继续的 去告发 我一定会让竹科管理局的人 相关人员 面对 法律的制裁 因为你们没有 善尽 保护 捍卫 国家著作权的责任 大家特谱一下 水神跟病毒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 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